生活中让人操心的事还真不少 那么看不见的环境荷尔蒙 对于我们的毒害超过你的想象 像是越来越多的儿童性早熟 男性的精子显著减少等等 都有可能是受到环境荷尔蒙的影响 那么现在民众对于塑胶带已经有了警觉心 知道呢它不可以用来装热汤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发票赶热纸我们也最好是少碰为妙 那么其实台湾推动了云端发票有好多年 但现在还是有八成的民众呢 习惯索取实体发票 那么另外呢就算使用了载具储存发票 店家呢还是会给你一张漏漏灯的明细啊 优惠券等等 似乎也比原来浪费更多纸张 而且重点是电子发票 它是一种热感应值 那么许多国内外的研究报告都显示 像这种热感应值普遍含有双分A 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殖系统 长期接触呢 甚至可能会造成不孕等等后遗症 我们来跟记者彭馨一 还有周聪玉的调查报告 你知道一天接触多少感热纸吗 点完餐拿到一张号码单 带到旁边的饮料店 43号谢谢 又多了一张电子发票和号码牌 如果再到便利商店消费 电子发票再加一 这时候顺便到ATM领个钱 消息准备装备行稍后 热感应值又多一张 回到家才发现 不知不觉中搜集了一大堆 通通都是热感应值 因为它有些黄属黄油的限制 所以它上面会涂布一些化学物质 它打架以后呢 再生殖会变成有一点点黑点 所以没有办法这个 做一个很好的使用 感热纸直地较薄 原理是透过纸张受热 让表面的化学涂料显映 而政府推动云端发票 希望促成无纸化消费 但似乎演变成科技灾难 无法回收的电子发票 成为一年高达2000吨的垃圾 走一趟大卖场采买 记者实测利用云端储存电子发票 究竟可不可惜 发票存里面好了 存里面好 店员主动询问 我们也告知不列印电子发票 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是 谢谢 我不用发票没关系 没关系啊 我把它存在里面 还是有这个明细就对 对对 折价券这样 对对对 好谢谢喔 没了电子发票 却跟了一长串明细表 还有两张折价券 以及一张信用卡签单 总共四张感热纸 这样真的有比较环保吗 以前一张觉得比较单纯 这样就好了 现在反正有时候练好几张 其实一个总数就好 但是有的人可能想要看明细 他们会练明细 吕先生和太太平常消费 都会留存发票 一来方便对长 二来对长辈而言 拿到实体发票 心里还是踏实了些 最记得是上次胖达人 要倒闭那个时候 他只要有发票 都可以去跟他换实体的现金回来 所以那个时候好几个月前 发票涨出来换了不少钱 像他们一样索取电子发票的 还不算少数 根据统计 目前还有八成民众 习惯索取纸本电子发票 正名联 好 时间用优优卡吗 好的 请问发票要另一页吗 要 为什么会想要一发票 习惯性 因为我自己有在记账 那我这样子回去的话 我这样比较方便 除了更多垃圾隐忧 你知道这感热纸 同怕会伤害你的健康 感热纸确实在最近几年 常常也有提到因为它实际上 它也可能会有这个双分A的释出 双分A其实是一种环境Herm 在许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 双分A是一种内分泌干扰物质 会影响内分泌神经系统 更严重恐怕损害生殖系统 增添不孕风险 因此欧盟将说 双分A每日最高容许量 从原本的每人每公斤 50微克降到4微克 足足下修了12倍左右 如果你有接触到这个感热纸 这样发票 收取这些的 那就是你要吃东西 谁一定要记得要洗手 因为你洗干净 我想这样你也间接透过食物 进到口中的这个风险 就会降到最低 财政部已经要求厂商 电子发票不得含有双分A 但其他感热纸恐怕就没人敢背书 不过医师也提醒 除了感热纸之外 使用这个要更加特别当心 双分A的铺路 主要还是从嘴巴吃进去的 真正对我们的威胁比较大 应该是刚刚讲的 那个聚碳酸值 PC的这个水瓶或奶瓶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讲罐头的失误 这个是最主要的来源 目前台湾法规规定 台湾应幼儿奶瓶 不得使用含有双分A的塑胶材质 其他PC食品包装容器 双分A容许量必须低于0.6ppm 但感热纸不在规范之内 最好的避险方法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 请问发票要存入卡片里面吗 在整个多元支付的部分 我们会做都有跟云端发票 去做串联 所以它都是可以用电子发票 去做存取的 目前各大超商几乎都可以使用 电子支付结账存发票 一次搞定 那我们也一般鼓励说民众 尽量不要索取这个电子发票 尽量用那个载具 就是这个无纸化的一个方式 推广电子发票无纸化 还尚需努力 但小小一张感热纸 却也隐藏危机 现在起为了你我健康 不妨试着把发票交给云端 把双分A的威胁降到最低